娱乐至此金钱至上 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当红女明星和撒富豪游艇会落水丧命 身上伤痕累累 经纪人谎话连篇如同演戏 女星母亲收了三千万态度大逆转 这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蓄意谋杀 这不是电影 而是真实发生在当下的一幕 悲剧发生在2022年的2月24日晚上 当晚三男三女登上一艘游艺 夜游媚男和 三个男人都是富豪 一个是知名连锁店老板 一个是旅游业大亨 一个是知名科技公司的CEO 三个女人 一个是泰国当红女星尼达 一个是尼达的经纪人 一个是当地名媛 尼达出生1984年 15岁出道的她 曾经主演过爆款电视剧 《吹落的树叶》 《黑色幽默》 《死神之泪》 《爱之思虑》 《彩色沙》等泰国当红女星 在船上 除了经纪人 尼达与另外所有人都不认识 当天 她被经纪人告知 2022年2月24日 游艇拍照 富商 女明星 三男三女 夜游 这样的聚会 令人浮想连篇 上船后 尼达还留下了 一小段影片 然而随即 恐怖就超出了 遐想的范围 女演员尼达突然失踪了 根据船上人的描述 当晚 六人先是开船 到了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继续游喝 他们喝了酒 但每个人都没有喝醉 然后放了很大的音乐 当晚约11点 忽然发现船上少了一人 演员尼达落水失踪了 一群人寻找了15分钟没有结果 然后选择了报警 搜救行动整整持续了两天 2月26日 尼达终于被找到了 她死了 年仅37岁 被找到时 遗体竟然就浮在距离 落水处不足400米的码头边上 其后 经法医鉴定 尼达的身上伤痕累累 右大腿内侧 右小腿 左小腿处 左手 均有不可描述的伤痕 虽然这些伤口都不足以致命 但让人不禁怀疑 这真的只是一次意外溺水吗 随着调查的深入 疑点越来越多 尼达为什么会坠河 根据船上另外5人的口供 在行船过程中 尼达中途想上厕所 但被告知船上的厕所坏了 所以 必不得已 只能选择去船尾方便 结果就不幸跌入河中 然而在事件发生时 尼达穿的是一件连体衣 也就是说 如果如厕 需要将上半身也同时脱掉 试想一下 一个女明星怎么可能 不顾体面 在诸多异性在场的情况下 直接站在船尾脱呢 之后 口供变了 船上的厕所没坏 只是堆满了杂物 不便使用 而更加可怕的是 尼达的家人表示 尼达是会游泳的 如果说一个会游泳的人 在落水后 由于惊慌原因 等失去了方向 而溺水 这种情况 也有可能发生 那么之后 尼达经纪人的举动 更令人匪夷所思 尼达和经纪人大忌 相识十多年 一直姐妹情深 当晚大忌安排尼达上船 发现尼达落水之后 他却完全没有施救措施 事后 大忌解释 我很想救他 但是我不会游泳 不过很快 网友就翻出 他不仅会游泳 而且技术还相当不错 他曾背着一个五岁的女孩 在浅游 然后还很开心的 发到了社交网站上 下水可以睁眼自拍 这个五岁女孩 叫尼达妈妈 但却是经纪人大忌之女 经纪人大忌 曾有过一段黑历史 之前 他曾和一个有妇之妇外遇 并生下一丝生女 未婚的尼达 很喜欢小孩 于是 就任女孩做干女儿 甚至还在事发前不久 购买了一份高额保险 而保单的受益人 就是大忌的女儿 如果尼达出事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而且 大忌当天 拍摄照片为由 将尼达约上了船 但其他人 调取了尼达的工作日程 上面却没有任何工作记录 也就是说 尼达很有可能被骗上船的 真是细思极空 当天尼达失踪后 还有监控拍到经纪人大忌 开着尼达的车 回到了尼达的家 独自在尼达家待了一夜 大忌对此解释 我相信尼达会自己回家 并且和常人做法不同 她没有将尼达失踪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知其父母 对此她又解释 尼达的妈妈又不会潜水 没必要告诉她 而且我和尼达的妈妈 也并没有熟到 要打电话的关系 无论尼达的死 是否与大忌有关 这一波操作都令人喊心 各位乖友们 交友需谨慎啊 女性离奇死亡 除了经纪人 另外四位同传者的话 都漏洞摆出 第一次录口供时 他们都称 一直在现场搜查到凌晨3到4点 但监控显示 所有人都是在凌晨1点左右离开了 第二天 警方再次约5人录口供 所有人集体消失 直到警方称不再出现 就逮捕你们 他们才带着各自律师现身录口供 为什么录个口供 要带律师 三名富商 也在当地 树大根深 罗伯特派布恩 科技公司CEO 尼达死后 他多次以身体不适 为拒绝配合调查 当警方希望他提供头发样本时 他竟然以刚刚指完发 不能提供样本 为理由拒绝 而更夸张的是 警方因为破语无奈 只能参考他照片上的发型 来做对比 破旅游业大亨 现任INT集团高管 自己还经营着一些二手车生意 他是事发游艇的主人 也是当晚的驾驶者 但是他根本没有驾驶照 Jode 连锁理发店R的合伙人 当晚上案后 他也曾被记者拍到身上有伤 当场勃然大怒 勒令对方删除照片 还有一位同传的名媛 先称 尼达是上厕所过程中 跌入河里 后来又改口 称是不小心滑倒 落水 甚至还在直播中 忍不住笑了 五人的身上 全部发现了伤痕 其次 尼达的手机消失了一段时间 他的母亲直到2月26日 才拿到女儿的手机 有眼尖的媒体发现 在这段时间里 尼达的LNS少了六条铁文 这些被删除的铁文 是什么内容 尼达出事后 经纪人曾晒出了一张 和尼达的合照 上面显示的时间是21点56 背景是大桥 桥上的灯都亮着 但诡异的是 当天负责吸灯的工作人员称 当晚大桥21点就已经吸灯了 但第二天 这名工作人员的口供就变了 我记错了 当天的吸灯时间是晚上10点 然而 警察随后查看附近餐厅和监控 过桥司机的行车记录仪 当天21点 大桥的灯准时熄灭了 这名工作人员为什么撒谎 展示出来的照片时间 为什么被做过手脚 真相似乎只有一个 有人在极力证明当时尼达 还没有出事 显然是在隐瞒尼达的死亡时间 案发后 船主PO的向警方赞助了3000万泰铢 理由是 大家查案辛苦了 如果说同船男女都心怀鬼胎 那么 尼达的母亲更表现得匪夷所思 最初得知女儿身亡 母亲表现得悲痛欲绝 直接晕绝 然而仅仅两天过后 她就释怀了 太法律规定 如果犯案表现诚恳 并且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就可以减刑 于是几位当事人 齐刷刷的手捧鲜花 跪在尼达妈妈面前 妇商后表示 尼达妈妈就是我妈 会给钱 数额由尼达妈决定 于是 尼达妈就握住了她的手 妇商继续申请表孝心 妈妈 尼达每年赚100万 工作30年3000万 我给您3000万 怎么样 至于这口头承诺 是否兑现 不得而知 但尼达妈妈原谅了她 直接放弃了指控 理由是 她们都是有很有礼貌的人 每天都打电话问候我 而且还去寺庙 为尼达祈福 这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之后 尼达妈就带着笑容 出现在镜头面前 说当时和女儿一起 在船上的富商 提供出赔偿3000万泰铢 事情就算过去了 然后她又补充 只原谅女儿的经纪人50% 但百分百原谅富商 有记者问 是每个人赔偿3000万 还是一个人赔 尼达妈竟然笑了 她反问 他们有钱吗 记者又问 你会不会为了真相 而继续奋战 她回答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词 我从来不会的 记者追问 你没有压力吗 这位母亲回答 没有 我每天都在手机上唱歌 你看有两首歌 还拿到了钻石级别 同时 尼达的哥哥也表示 迫于家庭的压力 不得不退出 母亲会这样做 也在意料之中 熟悉尼达的人都知道 她从小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 尼达三岁时父母离异 母亲要了房子车子 父亲只要了女儿的抚养权 之后 一直是父亲艰难 打工供养女儿 而懂事的尼达 一直省吃俭用 并且在15岁 就步入了娱乐圈工作 想要帮助养家 终于她红了 父亲不用再艰难养家 但这份欣慰没过多久 父亲就病倒了 并在几年前 因癌症过世了 尼达一度大受刺激 之后开始努力 修复和母亲的关系 此前 极少来往的母女 日益表现的亲密 再然后 没有然后了 尼达走了 如果真的 只是为了获得3000万赔偿 那尼达的母亲 可就太傻了 因为这个案件 如果被定义为意外 那么同行的人 都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口头赔偿自然作废 就算最终被判定是蓄意谋杀 那么按照目前泰国的法律 这些人现在所有的跪地忏悔 都可以作为减刑的实锤依据 口头承诺的3000万 没有任何保证 如果一直拖着 过了诉讼期 家属反应过来 再想投诉 没门 无论哪个结果 都对他们有利 截止目前 尼达去世已经近一个月 而此案的进展依旧停滞不前 而泰国警方最新的口径 依然是意外 事发后 湄公河便堆满了民众的鲜花 是对一条生命的追悼 更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参考他们以往处理的大案 尤其涉及到高官富豪的 最后一般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这件事也让圈妹想起了 当年韩国的张子言 明明很多真相都尽在咫尺 但就是欲改弥彰 而女性尚寝如此 平民百姓又将如何 小时候总以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现在想想 也许只有太多灰色 天真的眼睛无法分辨 谁说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在超能力面前 一切网早遭千疮百孔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